兩位國民黨青年選在國民黨中常會開始前 遞交陳情書喊冤跟揚言 絕食抗議 如果黨沒有給我們實質的回應 我們將會在四月一號禮拜五 進行絕食抗議 用實際的行動 用最堅毅的手段 表達我們青年參政的決心 祭出激烈手段 要國民黨正式訴求 因為不滿黨中央新人家權制度大小眼 先前主席朱立倫 喊出初選民調新人家權百分百 創歷史新高博得不少版面 但其實家權制度並非全臺適用 而是六都限定 其他縣市青年初選還是得跟老將競爭 但沒有家權 青年焦慮因為藍營基隆議員選情 現任十六人登記 包括張榮青等資深老將 年紀大約七十歲上下 生根數十年 非現任四人想要挑戰 沒有家權根本難辱的天 我們完全沒有家權 試問沒有一個公平的立足點 我們要如何跟現任的議員來做初選 六都有統一的辦法 各縣市授權各地的現黨部 那我們由這個主發會會來協調現黨部 來針對各地的情況來因地質疑 藍營新人家權制度出爐 就先引發終身帶抗議 現在又有非六都新人怒批不公平 朱主席的青年參政象徵大於實質意義 接連引爆黨內怒火 3月里正道出海中 聽到 谢谢大家